我们之前在视频里面是讲过再生人这个话题的 就是轮回转世这个话题 在这些轮回转世的这些人都可以记住自己前一世或者前几世的生活细节 或者生活样子是什么样的 但是这些所有的再生人或者说轮回转世这些体验里面 有一个细节大家可能忽略了 就是这些人好像没有人能记住 他从上一世去世到这一世转生之间的经历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死后的世界冰死体验 大家好 我老柯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兵大部主 旁边是调查员小千 死后的世界也被称为冰死体验 但其实这个定义并不准确 它不是冰死体验 而是死去以后复活过来复数的体验 这个研究项目在国外已经可以算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了 有很多专业的人员在进行研究 这门学科的创始人叫做雷蒙德·乌迪 在1965年的时候 雷蒙德的精神分析学老师和他聊了自己的两次冰死体验 当时雷蒙德以为自己的老师只是在开玩笑 但他看到他自己的老师一脸严肃 非常认真的跟他栩栩如生的描述 他两次起死为生的所见所闻 雷蒙德完全被这个教授讲述所吸引了 那段讲述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所以雷蒙德就尝试在自己的班上讨论所谓的冰死体验 那个时候还没有冰死体验这个词 当时雷蒙德说的是讨论死后的世界 在一节课以后 一个同学或者说他一个学生就和他讨论他的经历 就是那个学生的经历 让雷蒙德重新对死后的世界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那个学生告诉雷蒙德 自己的祖母曾经在一次手术后死而复生 他的祖母还和这个学生讲述了他死后看到了很多情境 雷蒙德非常惊奇 因为这个学生讲述他祖母死后的建文 与他精神分析学教授讲的内容 有很大一部分 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雷蒙德可以肯定 这俩人肯定不会串通来骗自己 这个让雷蒙德非常震惊 这个时候罗蒙德开始主动的去收集 关于宾斯田的一些例子 他还在自己也成为老师以后 在自己教授的课坛上 试探性的提及生理死亡后 其他生命形态存在的可能性 他就想 我先观望 我先把这个话题抛给我的学生 看看如果我的学生都不排斥 甚至有参与的人进来以后 我再进一步去探索 令雷蒙德惊艺的是什么 在每30个人的班里面 至少有一个人主动找他 讲述自己或者周围的亲人 经历过的宾斯田 更加他震惊的是 这些人讲述宾斯田的过程 都有极其相似的部分 甚至有些顺序都是一模一样的 雷蒙德在采访了一千多个经历过宾斯田的人 甚至在多次想亲自尝试宾斯田的过程 最后总结出来 宾斯田通常包括七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意识离开身体 这个时候经历宾斯田的人能看到自己所处的环境 在关于所有的宾斯田的研究中发现 尽管这些经历者当时应该已经完全没有意识了 但是他们在活过来后对自己观察到的事物进行描述 那个时候与现实就是他身体坦着的那个整体环境的现实相似的准确率 大约在92%到97%之间 甚至有一个特别的案例 就是一个病人在经历宾斯田后 可以详细的描述他这场手术的每一个细节 甚至是医生是怎么把它抛开的 那就刚进入手术的时候 他就离体了 他就已经死完了 肉体死完了 精神已经离体了 第二个阶段是感受到一种绝对的平静和宁静 经历过宾斯田的报告书 在体验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灵魂离体不久之后 他们能感受到一种无与伦比的平静和宁静 这种感觉通常是突然给一个人一种深刻的安全感和满足感 你还记得上一次有人讲他灵魂不愿意回来吗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有可能 第三个阶段是进入一个明亮的白光之中 随着体验的深入 当你感觉到安宁不久之后 许多人描述自己会被一束明亮的白色光束所包裹 这束光束不仅是视觉上的体验 而是伴随着周身的温暖和一种被爱的感觉 很奇特 这个我可能用语言也没有办法给你们描述清楚 第四个阶段是穿越隧道 这个阶段经常被描述为过渡阶段 可能是物质世界到另一个维度世界的通道穿过去了 就到另一个世界 就到第五个阶段 生命回骨 在这个阶段 体验者可以在这个阶段看到自己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事情 有时是按照时序播放 有时则是从出生一股脑播放到死亡 而且这个阶段很特别 这个阶段中体验者不仅能看到这些事情 就是你能以第三者的视角看到这个事情 还能再次感受到当时的那种情感冲击 这个就到第六个阶段了 第六个阶段是与已故亲人相遇 在这个阶段里面 经历冰死体验人会遇到已故的亲人 或者其他灵性体存在 更多的人回答是一种不可描述的存在 但是你能感受到它 但是你无法描述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这些相遇通常给予体验者非常大的安慰和指引 能让你从前一个阶段感受到的所有情感中脱离出来 让你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宁快乐与满足 有一个现实的案例 玛丽尼尔医生的案例 玛丽尼尔医生因为溺水 在医学上曾经出现过30分钟的死亡 之后她又复活了 她回来就描述了她这30分钟的体验 她是这么说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体验者经历过冰死体验 回到现实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回来的人基本上都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开朗 希望和乐观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被告知返回 在上一个阶段 冰死者看到的那些灵体会告诉经历者 你们还不应该离开 你们应该返回现实世界 继续你的生活 或者完成你应该完成的事情 有的时候则是自己突然之间就明白这件事情 就是一种内在的知觉 大家也知道我还不该离开 他们就会回到自己的身体 当然我刚才描述的这七个阶段 只是通常也就是99%的冰死体验者 会经历的这阶段 但是有那么1%的人会经历非常恐怖的体验 因为既然有天堂 那么对应的肯定就有地狱 有好的冰死体验 那肯定也有不好的冰死体验 也就有人经历过进入地狱的冰死体验 1985年霍华德斯托尔和他的妻子在巴黎度假 霍华德平时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相处的人 他非常好斗 非常好胜 总的来说就是平常不是那么好相处的人 在巴黎期间霍华德因为缠传孔 被送进了医院 医生告诉他 他必须立刻进行手术 否则就非常危险了 但是即使说此医生把霍华德忘记在了病房10个小时 这段时间他就经历了一次非常不好的冰死体验 他回来以后就这样描述他的感受 这段时间他感觉自己身体在自行溶解 这种痛苦他让他内心充满了愤怒与绝望 霍华德这个时候非常渴望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想感受一下阳光的温暖消除自身上的这种疼痛 所以霍华德挣扎着就站起来想去打开窗户透口气 但是他站起来就发现不对 他站起来了 妻子对他站起来这件事情却视而不见 好像霍华德还在躺在船上 妻子还是坐在船上对他哭 霍华德此时能够感受到 他妻子身上散发出一种强烈的悲伤和愤怒 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 他能感受到别人的情绪 霍华德不明白自己的妻子为何如此悲伤如此愤怒 他无法理解 所以就决定去找医生发现自己的不满和这种愤怒了 霍华德推开自己病房的门 走到走到上是一种强烈的恐惧感 击中了他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到那间病房了 而且是永远回不去 他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 但他就是知道 他就是肯定有这种感觉 这个时候霍华德注意到 平时明亮的走蓝变得昏暗不清了 只能在远处看到那种微弱的摇曳的观线 他发现这个观线的摇曳 也是由于一些不明物体阻挡的那个观线造成的 当他集中注意力看了一些阻挡关线的物体的东西 他被吓坏了 那些东西是一些穿着黑袍子的影子 这一幕让他跌坐在地上 然后突然他就感觉自己 浑身像灌了水泥一样 非常沉重 想逃逃不掉 想叫叫不出 这个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一种明白感 我突然就自己就知道 那些黑袍子的东西 不管它们是什么 都是让他拖进地狱了 这些黑影子慢慢地飘过来 就开始吞噬 就在他要被完全吞噬的时候 这些黑袍子影子 发出了一个低沉的声音 对他说 我们快到了 突然之间黑暗消失了 霍华德发现自己处在一个 充满了恐怖的广阔地狱产品中 他这么说 有一些这种人形的怪物 开始撕碎他的身体 而且是能不停地撕 就是把他的手撕掉了 他还能再继续撕 虽然就是霍华德是一个无神论者 但是在这种痛苦和绝望中 他还是开始不停地向上天祈祷 向神祈祷说 帮帮自己 也就在这个时候 班主到来了 霍华德突然从这种恐怖场景中 被刷拉走了 他能感受到自己是 从下往上身 他开始经历 我们刚才上面描述的第五个阶段 就是重新审视自己人生这个阶段 他重新看到了自己的那些生活 他发现 自己的生活里面 充满了失望和失败 虽然他很渴望留在 就是他此时此刻在的那个地方 一个声音突然告诉他 他必须返回人间 去纠缠那些自己犯我的过错 他的灵魂又重返了肉体 又重新开始他自己新的里程 之后霍华德 他整个人生都变了 他的性格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这种地狱式的冰死体验 也其实遵循着一条相似的顺序路径 也有这么几步 一般地狱式的冰死体验 开始的话 人都会感到一种深刻的寒冷和恐惧 这种恐惧 更应该被描述成一种 压抑或者说是抑郁的情绪 在你身上营绕着 你摆脱不掉它 之后呢 便会感觉到自己正在被一种 莫名其妙的东西追踪 直到追上你 然后吞噬掉你 最后呢 让你出现在一个 拥有无尽的尖叫 哀嚎和面目恐怖的 这种面目全非的恐怖生物群里面 感受无尽的痛苦 在2023年5月份 一项脑科研究发表在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这篇研究呢 是由徐刚博士领衔的团队 对死亡中的人类大脑进行研究 这个研究的核心呢 是在思维处于昏迷状态 生命完全依赖 生命维持系统的患者身上进行的 也就是植物人身上进行的 这些人之所以被选中呢 是因为尽管这些人 还没有被宣布脑死亡 但是他们对外界的刺激 是毫无反应的 并且呢 这些患者的情况 通过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进行评估后 他们的评分基本上都是最低分 处于一种严重的脑部损伤的 这么状态里面 经过患者家属的同意后 科学团队将生命维持系统 从这些患者身上集出 并对他们的大脑 进行了详细的扫描 这些扫描展示了 在临终式大脑活动的奇怪变化 这个图是一个植物人的脑电波图片 那个你看下面有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表示患者离开生命维持系统的时间 有多长 下部的那个红色部分 代表着激烈的脑部活动 橙色部分呢 就表示中度量的脑部活动 而蓝色部分呢 就表示脑部没有什么活动 这些依赖生命维持系统的患者 他们的脑部活动 基本上都是在低频 当这些患者被断开 生命维持系统的那一刻 就发生了一些 令科学家瞠目结舌的现象 S1这个是平时的 这个是断开-500 离开了500时间单位 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波动 看见没 这个突然之间 大脑开始异常活动 你先要注意啊 这一切是发生在 身体死亡的过程中 心脏和其他器官 已经停止工作了 这个时候突然 大脑有些了反常工作 一个植物人 但是随后出现了 更加震撼的现象 就是患者大脑 在整个平普普上 会变得极其活跃 即使在医学上 已经宣告 物理死亡 12到13分钟后 他们的大脑 仍然非常活跃 整个大脑 都参与到了 某种活跃过程中 这种活跃呢 就比较像一个人 在参加一种 非常激烈的运动 而是一种有对抗 有战术 有选择的活动 比如像篮球 足球 或者橄榄球 这种全身都要参与 甚至大脑 你还会要考虑问题的 这种激烈活动中 他们的身体反复被激活了 科学家将这种现象 称为锤死大脑假说 科学家一般都是 用这个假说来解释 宾死体验中存在的 各种共通 比如说关 比如说隧道 这些事情 但是其实有很多事情 不能用这种假说来解释 就是比如说 宾死体验报告者 这个时候是 无法接收外部信息的 那么这些 从宾死体验回来的人 怎么才能知道 周围的详细信息 还能秒数出来呢 对不对 其次刚才说 这是由于大脑脑细胞 正在死亡导致的 如果脑细胞 此时已经开始死亡了 我们看到S7 那个阶段 是不是特别剧烈 经历过S7 S8阶段的人 他们再回过来 他们又复活过来 大脑应该会受到 不可逆的伤害才对 脑细胞是无法再生的 往往经过 宾死体验者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他们都很正常 这也很难用 这种一个大脑 死亡挣扎 假说来解释 所以在目前我觉得是啥呢 宾死体验背后 肯定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人类的共同经历 才对的 这种共同经历 就是我们所说的 深入天坛 或者说是被降入地狱的这么一个过程才对 堕入地狱 对 堕入地狱才对 这也才能解释我们东西方文化 差这么大的文化背景差距里面 都会有的这种天坛的这种感觉 不然的话 怎么会在两个差距这么大的文明背后 有同样的如此相似的假数出现 对吧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 请不吝点赞收藏关注